最近一走进北街车厢 很明显的发现 塑胶椅背上都出现了贴纸广告 而且几乎是每一张都有 北街收租金赚广告材 但多数民众却认为效果不长 这样的广告遭到绿营市议员批评 北街想赚钱想疯了 不惜丑话扯相美感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出面解释 这是不得为之 就是因为疫情导致捷云运量骤降 再加上蔡政府说要大涨电费 才会让26年来没涨过票价的北街 被逼得只能另寻裁员 补贴亏损 但困者也强调找金主的前提是 不能牺牲乘客安全 尽量是不调为原则 因为我们台北街公司一天 还有两百万人次的运量 加一块钱都是很大的问题 也不要为了要增加业外收入 去影响交通安全 绿民带不去批评制造问题的人 反而检讨解决问题的人 这对北街来说也只是有害无益 记者黄明君 许光豪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